把S2的雕刻加88.17的胜率 这大哥雕刻加胜率可真高啊 88点几 画家荒天匪 小女孩杂技佣兵 这个阵容打雕刻 比较难说啊 上来如果抓画家的话 我觉得这把雄者有点机会的 画家这个角色 他生来就是被抓的 抓了 而且是荒天匪在操作 说不定对吧 前期遛的好 中间补个画 救下来再操作你 这边追杂技 一颗球被雕像挡住 这一刀起的可真舒服啊 这一波雕像来蓝杂技的跳球 蓝的秒 杂技这边的话 10秒钟飞轮 交互加再中一个18秒的闪现 没好 不会就秒一个吧 预判夹 没能夹住 这边杂技 再跳一颗球 再跳一颗球 这边交互 还有个飞轮 还有个飞轮 哎呦 这种雕刻家呢 就活在童话里的感觉 真的活在童话里的感觉 有些盲甲雕像 预判雕像 我们待会儿镜头给他穷生者吧 看这波傭兵来不来救啊 我觉得傭兵 可以卡死 先卡死再说 对吧 想不想就 要不要就看后面的情况 对 先卡着 目前这个血线 要卡半就 除非雕刻家给机会 哎 身位上面有机会吗 傭兵这边 应该是就准备卡死了 甚至可能直接卖掉 兜了一圈 然后雕刻家其实在里面 傭兵大致的位置 应该是能知道的 傭兵这边 其实卡死也卡的 还挺可以的 雕刻家现在 并不能够完全确定 傭兵的位置 要救吗 一个户币 哎 这户币 那这下尴尬了 这个户币没进去 再一个户币 哎又没进去 哎 这波户币是什么情况呀 这雕刻家手里有闪的 你交两个户币 小伙子 你交了两个户币 好 三个户币交完了 那我这边可就 不客气了 其实前面的卡死也 包括他选择交户币的时间 都做得很好 但是就是方向上面 没有空好 没有空好 哎呦 雪野刀 外面的机子 差了 两台半 甚至都可以不用管这个傭兵 这边去装荒天肥 闪现太刀 刀二阶 我觉得也可以 守着嘛 也行 不会又要挂地下室吧 这感觉又要挂地下室 这波地下室 穷者没法打 这波地下室没办法了 画家来 因为雕刻家打一刀二阶 后面你们两个 在这个地下室 拉扯 是拉扯不了的 雕刻家手里面有个闪现 打一刀二阶 人都不一定救得下来 直接底牌切船 船下去 画家这边的画 美好 这样老师 这样雕刻家 来我们镜头给到小女孩 这一波雕像打 还给不给人玩游戏呢 而且打开 我 creo 这玩意 就是那我 一样